來來來看到上面的這個乾爹藍 大家期盼已久的口罩 我們先這個讓會員頻道的優先購買 會員頻道的人優先購買完之後呢 我們就上架到我們的蝦皮 那這個不是沒有加入會員頻道的就可以開始 陸陸續續的可以買了好不好 這個大家要體諒一下 這是我們會員超值的服務 然後這個在恐龍噴霧罐產品行銷全台灣市場 以專業的品質扎實的服務跟創新的產品 讓恐龍在五金界成為領導的品牌 更持續的發展產品 進入汽機車維修 機械 五金 建築材料 DIY 及自行車的維修通路 更於2010年發展生存遊戲的用品 並外銷到眾多的國家 它是一間老字號的公司 這一次他們介紹的產品是恐龍塑橡膠還原噴劑 也就是我手上的這一瓶 它可以立即的修復車輛老化的塑膠以及橡膠的配件 還原其亮麗的光澤 並形成具有撥水抗污的保護膜 施工非常的簡易方便 磨成清爽不油膩 不會弄髒衣服及沾附塵 用於橡膠的部件可以預防老化抗UV 保持橡膠表面的彈性與光澤 效果可以長達三個月 以上報告完畢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麗巨人 麗巨人是專業的汽車排檔所製造廠 主要的產品除了生產製造隱藏式的排檔所之外 以致力於發展多元防盜系統 以及車用安全系列產品 包含機電整合式的排檔所 各系列的產品已經申請 並且獲得多項世界專利與著作權 同時也成為各大經銷商簽約的協力供應廠商 廣受消費者的熱烈選用 2015馬三開12萬公里 沒什麼問題建議更換新車嗎 我跟你講 基本上有一些車 如果你這個 我覺得還是看經濟狀況 有時候換新換新 對不對 我就常講一句話 老婆沒有辦法常常換 小老婆車子可以 買二手油電子最需要注意的是大電池 公里數有沒有關係 有啊公里數不能買太多啊 其實不是只有油電車啦 你買二手車也一樣啊 所以我們大家為什麼 公里數高跟公里數低差這麼多 最近我最近才去搶 跟人家搶到一台馬自達5 前幾天才上架的 他2014年 跑3萬多而已 我搶搶搶搶搶搶搶 已經搶到幾乎是2015年的價錢 但是我還是把它買回來 2014年跑3萬多 那車裡面聞起來還有新車的味道 也許你要說這個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是比較經驗法則 我覺得車子里程少一定是好的 我們比喻家樂福的電視 你手的你要買一台二手的電視 他每天在家樂福從開電就開始 電視打開 一些韓團雜音啊 穿很低的有沒有 有了有了有了 每天在跳舞 跳到家樂福那裡睡 這個里程數就是高的嘛 對不對 如果另外一台的二手的電視 同樣配備同樣品牌 人家是家用上班族 就下班回家才看 價錢如果一樣的情況之下 當然是買家用的 跑的少的 你家樂福的還有人去試一下 小孩這樣打一下打一下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很難講 大家在那邊試他的案件啊 有的沒有的 你也知道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以基建來講 本來這個里程數使用的這個 多跟寡一定會影響到基建的魔號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避免的 那照你這樣講 是跑多的車都要去報廢 也不是嘛 我還是一直強調 你要反應價錢啊 對不對 我剛剛講 我14年的馬自達5 我買到15年的價格 我先假設啦 我要賣50萬 那今天如果有一台一樣14年 他跑13萬 比較多 但也很正常合理 他就不能賣50啊 他只能賣40幾啊 45之類的 你去一些車商啦 然後或者是一些這個修理廠間賣車的 我覺得這種最會講 他想要賣你 試圖賣你一台里程數蠻高的車 他會怎麼講 我告訴你 這車都在我這裡保養的啦 我告訴你這個人家很股膜的 你看 他雖然跑20萬公里 他時間到了 就來我這裡 我就換人換塞 修理廠的說法是這樣 車 車怎麼樣 不怕塞 你知道嗎 車放的也會派 我跟你講這就是最多最常見的話術 他這個每天這樣跑 我跟你講他都跑長途的 他都跑長途的 這是另外一個話術說 這個跑那麼多 我跟你講 因為他這個在台北上班他住桃園 他每天通勤都高速 我跟你講高速是這樣 他雖然里程高 可是他每天都在使用 他高速是一個固定速度的狀況之下 他不會積碳 然後他要定期的換油 保養又準時 對不對 比起一些沒在開 放在那邊機油都變質了 變速箱油都變質了 然後才開然後磨損到引擎 磨損到變速箱 開掃不一定好 好這是在一講的嘛 再來另外一種說法就是 你看我這個車 跑20萬公里 你看正常跑2萬公里的 要賣你50 我現在跑20萬公里 我只賣你40而已 夠便宜了吧 用價錢 價錢決定一切 最常講的就是這樣 車子就是要開 又不怕開 對不對 車子怕你不開 要賣的時候 有很多種說法都可以說 獨立懸吊跟非獨立 獨立普遍的先天一定比較 其實這個是不太一定 要看你的需求是什麼 其實有一些小鋼炮都是非獨立懸吊 但是他們是為了追求說 這個比如說操控在過彎的時候 可以讓這個車身的擺動 連動的一個路線會比較漂亮 但是你如果是以舒適為一個出發點的話 基本上那就跟你的彈簧床一樣 獨立桶跟非獨立桶是類似的一個狀況 獨立桶一定是比較貴 比較舒服的床 大概就是這個感覺 那是以舒適啊 你如果要站在那個耐用 那種鏡子的非獨立的 你頂了怎麼搖怎麼晃 看是火車便當還是那個便當火車都可以 奶鈔奶吞 那個技術本位不一樣 小師哥馬殺感應亂叫你車牌貼魔鬼貼可以解決亂叫問題嗎 我有同時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我發現那個大牌框會晃 那有可能是我在煞車的時候他可能往前了嘛 往前之後又往後 那個雷達就偵測到有物體在移動 所以他就防範他就嗶嗶嗶叫 所以我就固定住這個大牌以後 順便也上魔鬼站兩件事同時做 那現在就好就OK了 小師哥建議車子鍍膜嗎 我覺得鍍膜好像是唯一一個保護車子 比較便宜的方式了 因為貼犀牛皮真的太貴 但是我覺得 你像我馬殺地就沒有去鍍膜 我那時候BMW的218是因為第一個他新車嘛 那第二個我也想試看看說鍍膜到底可以撐多久 再加上我一個朋友他剛開店 年輕人剛開店也很認真 我想說這個支持他一下 所以我才去鍍了這個膜 那事實上也真的撐滿久的 應該有一年以上 但是一年以後就打回原型了 所以你也是等於每年都要花 當然犀牛皮是一個撐比較久的方法 就一次痛 可是我覺得車子是這樣 新的東西回來 我跟你說跟你的手機一樣 你新的手機一買回來 保護貼 殼選一個好一點的殼 好看一點的殼 充電時候很小心 電要用的差不多才插著 放的時候都用放的 時間矩都用卡 用卡就算了對不對 你的螢幕的保護貼還會有裂痕 你也沒辦法換保護 上次我去Mans Game去Alan他們那邊 他就看到 我的螢幕保護貼怎麼嗎 列成這樣 他就點點去倉庫拿就幫我換 結果現在還是又爆了 還是又爆了 我也是沒換 反而還看得到字 根本都憑大 新的事有利用而已 喜美八代那麼多年 為什麼價位還是高價位 我跟你講他的特質是他真的妥善率蠻好的 他問題真的喜美八代真的蠻少的 甚至我覺得連比九代的問題都還要少 所以基本上他FIT也是 二代FIT跟喜美八代 掉到一個價錢就不再掉了 那因為願意接手的人太多了 我覺得一定都落在最少20萬 你FIT跟喜美我大概在一兩年前 最便宜的就是一定要20萬以上 到今年還是這樣 第一代SWIFT 維修方便嗎 方便啊 他問題大多出現在壓縮機 引擎有時候老了年紀大了 或是照顧得不好 里程數高引擎會吃水 就注意這兩個地方 維修一定是方便的 但他零件不便宜是真的 Kiss會保值嗎 Kiss漲價 現在Kiss比去年同時間我賣的還貴 沒有還貴一樣價錢 可是他其實去年喔 大概年中到年底的時候 Kiss有掉一波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新車在促銷還是什麼 結果媽的又漲回來 現在的Kiss的價錢跟去年一樣 我上次看到一篇還不錯的那個 他說這個現在有很多 在網路上啊 然後在賣二手車說自售 然後可能會留LINE啊 或聯繫方式 然後你去聯繫 然後你就看到大頭貼是一個 這個網美照女生 美肌他媽的開到最強 平衣都沒了 比如說出兩個平衡 我有到背 然後那個下巴修到後面的牆 的磁磚都變形了 有沒有 媽的胸部修到G照背 結果你看他 那個前面側邊的鏡子 反射出來的有沒有 胸部其實是A照背而已 類似那種的照片 然後你就問他一些車 他就回答你 回尾 然後你跟他約看車說 這個我可能要請我親戚 或請我朋友 因為我對車不懂 我換車了 怎樣 這個車都是我以前在開 怎麼樣怎麼樣 就跟你聊天 人家以前開車 我不會 我開車習慣 我很少開 我都開很慢 就偶爾跟閨蜜去喝下午茶 才會開出去 或是偶爾要去百貨公司 Shopping才開 怎麼樣怎麼樣 媽的有一些 你們這些男人 不管賣什麼 只要是網美圖 你就聊了 最翁之翼不再久 聊到最後說 你就開始有想像畫面了 你就想看車了 看可不看到本人了 不好意思 當你要看車的時候 他說我不懂車 我會請我朋友 因為我這個不太會開車 所以我很少開 那我再請我朋友 幫我這個開去給你看 你們再約這樣 然後之後 就是男生開給你看了 可是呢 你會受到 女車主跟你聊天的影響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開車 這個車況可能真的不錯 你不知不覺 你看到那台車 即使那台車不是那個女的 真的是那個女的的車 你看到那個車的時候 你開始就有想像 你開始覺得你鼻子聞起來 就有香香的感覺 你開始看著那個椅墊 你都懷疑那個椅墊是不是有一攤 曾經濕過又乾的痕跡 然後你看到那根排檔桿直挺挺的 在那邊你就覺得那個排檔桿 感覺好像曾經做過什麼事情 你整個那個感受就出來了 激起了你想買這台車的慾望 殊不知這是目前這個在 各大社群社團裡面 賣車的一種銷售的模式 比如說你身邊 比如說我啦 我車商嘛對不對 身邊有那個他媽的很會修照片的 女生的朋友 對不對 還是阿呆 阿呆你有沒有什麼同學 照片比較會修的 想兼差的 阿呆說苦瓜妹 對不對介紹一下 然後要不要打個工 對不對 他現在也有在上班沒關係 就是這個我把車PO上去 我就留他的Line 讓他跟那個 你就假裝那台車是你的 你就說你很少開 劇本先寫好嘛 弄得他這個春心蕩漾 照片一定要修大一點 最好是這個 有勾勾 有一個草莓在胸部這邊 的那種照片 那種最棒 你就跟他聊 聊到最後 約看車交給我 約看車的時候再交給我 你就跟他說這個 你要請你的一個好朋友 一個朋友 然後這個幫你 因為你不懂過戶 不懂看車 你對車不了解 你就是不太敢開車 所以你都沒在開 好你就說我請我朋友開去跟你約這樣 其他就沒你的事了 試成之後 比如說我一台包個這個 六千塊 還是一萬塊紅包給你 這種打工也不錯啊 你站在一個女生的角度 你就反正媽的每天來亂的那些蒼蠅 想要他媽的搭訕你的蒼蠅 想跟你聊天蒼蠅 每天在回又沒錢賺 對不對 你現在跟這一些是有錢賺的 你就跟他聊一聊 試成之後 給你賺外塊 這是另外一種銷售模式 叫女孩子來銷售 這個一定是會比較增加購買慾望的 對不對 講難聽一點啦 對不對 搞不好來找車那個人也結婚了啦 平常上班 年輕的女同事也沒有人要多看他一眼 對不對 平常或是平常是個宅宅 跟老婆也沒什麼話講 現在有一個臉尖尖的 嘴巴紅紅的小小的 這邊有一顆草莓 胸前有一顆草莓 像我這樣 胸前這邊要放一個草莓 有這個照片的人跟你聊天 你每天也聊得很開心 本來真的是要買車 到後來是為了聊天 類似這樣對不對 荔巨人剛剛介紹過 荔巨人是專業的汽車排檔所製造商 主要產品除了生產製造隱形式的排檔所之外 亦致力於發展多元防盜系統 以及車用安全系列產品 包含機電整合式排檔所 方向盤所 方向盤基柱所等 各系列產品也已經申請獲得 多項世界專利以及製作權 同時也成為各大汽車機械商 簽約協力的供應廠商 廣受消費者的選用 好啦 然後接下來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下一個 這個是一個我也是在論壇上面看到的一個案例 他說他在某一個新車公司去看車 然後說他有一台舊車要賣這樣 然後那時候這個新車公司就跟他說 你的車大概20萬 看車況 因為他車沒去 對 然後後來他因為他沒有買那個牌子的車 他們在對方在追Case的時候 就說那個陳先生你上次這個車看的怎麼樣 他說沒有我沒有買你們家的車 我要買別家的車 然後這個主管就跟他說 沒關係啊你如果這個沒買我們的車 你舊車我沒事可以把你估這樣 然後最後這個對方就介紹了一個二手車商 然後就跟跟他約看車 那這個人就把他的二手車開去給他看 結果他跟他說10萬 他說奇怪你本來那個主管 新車的主管不是跟我說20萬往下扣 我的車請問有什麼地方需要讓你扣到10萬這樣 我車況有很差嗎這樣 大概這個整個狀況是這樣 那這個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現在台灣 反正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這種行銷的手法 就是當你在某一些網站上面 你要去看一台你想買的二手車的時候 那你會看到很多非常低的低價 那為了吸引你過去 那當然你在顧車你想要賣車的時候 對方他也會給你一個很高的天價 給你一個很高的天價 為什麼 因為你問了一輪 他報最高 你才會給他看車 那你給他看車之後 他其實也沒想跟你買那麼高 就跟他PO 他要賣你30萬 你想要買30萬好便宜 你去了 結果其實他沒有要賣你30萬一樣 他其實也跟別人一樣 他想要賣你40萬 這其實就是一個宣傳手法 只是以前這種案例超多你知道嗎 你假設你要買一台喜美 喜美好了我們隨便講喜美 你在台北怎麼看 大家都比如說都要賣45萬到50萬 對不對你怎麼看都是45萬到50萬 然後你忽然看到某個地方 假設是外線市 有一台喜美九代只要30萬 你就覺得怎麼那麼便宜 我在台北看到45到50 你就打電話去了 請問一下 那個我看你們有一台白色的九代喜美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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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怎麼稱呼我我姓陳 陳大哥有九代喜美有 白色的對白色的白色的 那請問一下這個你們是賣30萬嗎 喔對就是30萬 好啊那你就說那可不可以約看車對不對 好那你就要約看車 然後你在衛雲 那我可能要坐高鐵下去 沒關係我們可以去高鐵 載你什麼 好那你就約好了 哪一天要去 然後你就跟同事講 我這個禮拜要去南部哪裡看車 然後這個同事就說真的喔 很便宜耶我看別人都賣45到50 他賣30萬耶 然後旁邊就會有人說 啊你別說啊那都跟你騙的啦 有沒有啊又看小獅的直播 小獅都說媽的太便宜就有鬼 那一定小獅想賺很多錢 旁邊的人就一直跟你說 你就有點不安對不對 怎麼大家都說是在騙人的 怎麼可能 媽的他去了對不對了不起 沒有車不是賣這錢我就不買 好啦到了那天呢 你請了假了你準備要坐高鐵 之前你再打電話跟他確認 不好意思請問上次那個林先生 我是那個陳先生喔 我有播給你 我今天要過去看喜美 曾大哥 林先生請問一下喔 車還在嗎 在白色那來九代 在在在在 那我現在要在高鐵站我要下去 沒問題啊那你幾點到喔 這個去接你去接你 沒問題歡迎歡迎 好 車載真的賣30真的賣30真的賣30 你就上高鐵你就去了 好啦然後這個到了高鐵站 聯絡一下然後就有人來載你了嘛 他說喔你就上車喔你好 陳先生你好喔 我是來載你們去店裡 他說啊請問你是就是跟我聯絡的那個林先生嗎 喔沒有林先生今天休假 我來幫他這個帶你去看一下這樣 啊這個陳大哥你要看什麼車 喔有我跟他我跟他講啊 我要看一台那個白色酒帶喜美30萬那台啊 啊那台啊那賣掉了呢 不是啊我剛出發前打給他 他確定還在啊 喔沒有啦那可能他今天休假 剛剛我們店裡另外一個同事把他賣掉了啦 他不知道他休假不知道啊 那我怎麼辦 啊沒關係陳大哥你都來了喔 那我們帶你去店裡 我們還有其他台給你看一下 對不對啊啊你都來我來接你了啊 反正你也上了這一船啊 不是啊不能這樣講 好先到我們店裡看一下對不對 就去了啊就給你看鐵灰色的 啊可是我比較喜歡白的呢 可是這台跑比較少啊 他說啊你白的那裡跑跑10萬 對啊跑10萬你看這才才跑 才跑5萬多而已呢 啊這還多少錢 喔這台喔陳大哥我跟你講這台喔 本來我們賣50特價45 啊怎麼那麼貴白的那裡不是才30 好啊就看一下 欸陳大哥不是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陳大哥 我在這個公司喔待蠻久的 我認真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你好好相處 我覺得你人真的很好相處 你長得喔 有一點像我美國的表哥 所以我一看到你我覺得 對你很有親切感 我要講小聲一點 不能給我們老闆聽到 我跟你講白色那台不能買 陳大哥為什麼不能買 那台喔大壯要挑表 所以我們老闆才賣30 剛好是有一個這個缺車用的人 他不在乎那個里程 不在乎那個大壯 所以他30萬 他只有30萬所以他買走 我真的覺得齁 陳大哥 車子買回來 你至少要開個三五年嘛 對不對 你買一台大壯車回去 老婆能接受嗎 你回去修都修不完耶 我現在是看你真的長得像 我美國的表哥 我才偷偷跟你講這件事情 你不要跟我們老闆講 我跟講這件事情 因為我真的會被罵 我認真講這一台灰色可以買 他真的跑5萬多而已 陳大哥我跟你講 我本來這台車 我是要叫我弟弟來買的 我想這車況那麼好 應該要賣給自己人 你知道嗎 但我弟他就說他不要酒袋 他喜歡artist 你剛剛好你今天竟然都來了 灰色這台真的可以買 酒袋我覺得那個顏色沒關係 裝出比較好 不是啊 顏色你就是 我跟講你開回去 你一定都會有多多少少 你們台北你不去撞人家 人家停在路邊 人家也來擦傷 把你擦傷撞到你 你到時候 你在考七 我幫你介紹一個技術好的 看你想考什麼顏色都幫你考 你真的齁 我真的認為你真的直接 直接處理 你一趟路從台北來 你找車也找很久 我賣你這不會貴 陳先生就會想啊 果然齁 真的這個車都是45到50萬 我在台北看也是差不多這樣 既然這台只跑5萬多 我有一趟路來了 不然就買 現在沒買回去不知道會不會笑 對不對 我回去被同事笑 說我就跟你講啊 哈哈 你不要去 跟人家騙人了 小師也跟你笑 要講幾次了 你就要去 活該 走空爪 叫生命 不行 沒買又會被笑 就買了 這一種嘛 這是一種嘛 對不對 還有第二種 你都到了 你那台白的不是才30 只剩下45 欸 陳先生 不小心那個半甲有沒有 嘴怎麼補 剛剛接送的時候沒有喔 不知道為什麼 當你講話稍微大聲一點的時候 他嘴巴多了檳榔 那個檳榔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出來的喔 他就補了 陳先生 你第一次找這個車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這個外面的方法要怎麼買喔 行情你知道嗎 這30萬必須要去哪裡買 吐 吐 吐那個 吐那個 紅色的渣渣 吐 陳先生 你現在 是30萬一台是什麼 你比較解愛他去的喔 欸沒有 我是說 那不是本來那個 30萬嗎 怎麼這台要45 我就穿車了 你是 你隨便掛著我,也有我們介紹嘛,是不是? 我跟你說,你一大樓來,我送你比較修喧,沒關係 等一下,我先叫我們小人,不要衝繃 他剛才看你這麼大聲,全部都衝出來 好,沒問題,陳先生自己的,沒問題,你都回去 你覺得球棒收起來要球棒幹嘛? 這自己的,沒問題,陳先生,一大樓來,這車水車要賣你,不要說四十五萬 這四十四萬八千就好,你不要車車的自己的 陳大哥,我叫你大哥,你頭髮會傻嗎? 我不要,我不要煩惱,我這個政黨在做生理的 我這個政黨在做生理,你不用煩惱,請站的,好不好? 贏金有錢嗎?你不會沒錢就來吧? 我可以領,我可以領,我帶你來領,我叫我們小人,帶你領錢 沒問題,沒有啦,把陳先生要去領錢,不是,不是 載他去領錢啦,載他去領錢 呵呵呵呵呵呵,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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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領錢了,他要被壓去領錢了 他要去領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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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咬檳榔咬得 主角肌有點帥,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就是這兩種情形 一個看不到 一個就是 正派經營 然後好好的跟你說 那個車因為車況不好 不好意思讓你一趟路來 因為我同事今天休假他不知道車賣掉了 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不對一種就是他的keypad 你生氣他比你更生氣 你也不能怎樣 所以 有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跟你講人會有一個 他就覺得說 他敢po我為什麼不敢去 這第一個想法 第二個是反正我去 他騙我我就走 我跟你講你還沒去之前你會這樣想 又沒猜到怎樣他咬我 殊不知他媽的 你腳都軟了 他不用咬你你腳就軟了 檳榔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的 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雕上去的 半甲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露出來的 你都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會有這樣子 當然我們不是在這個今天 我玩一下這個上一下警語好不好 如果有剪輯精華 這個是在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來 這個演個短劇來跟大家分享 不是說所有的車行都是這樣 就是說有一些他真的是他的 價錢真的就是一個行銷的策略 就跟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跟眼鏡行外面的白布條是一樣的 老闆不在家跳樓大拍賣 這個全廠 99元然後下面有個起很小 不是只有車行這個樣子 因為去擬上 原廠保養結果因為冷凍油加太多 導致一下收縮縮縮 電源不承認是原廠保養的原因 只能勾無塞 沒有啊你就直接 這就打爛帳 其實這就打爛帳 他會說我沒有啊 我是照那個你的是時間到壞的 對啊你會說沒有我本來好好的在你這邊用壞的 好醉修縮縮你知道 就是他講這樣你講這樣啊沒有人有證據 就是看看他們在不在乎他們的消費者 簡單講就是這樣 因為遇到這種好醉修縮的事情 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的時候 那就是要看 他這個珍不珍惜自己的招牌 通常都不會講說是他們的錯 剛交往的女友隱瞞自己單親媽媽小孩丟給男方父母養 前夫跟他自己都沒能耐養該考慮分手嘛 看你愛不愛他囉 很簡單的嘛你愛他什麼都沒關係嘛 對不對你愛他他跟 有錢人結婚生了個小孩 四隔二十年回來你還是會再愛他跟他結婚啊對不對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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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會結婚啊 看你愛不愛他 對不對他已經 對不對被 你還是OK啊對不對 小四哥你們的車子只要有壯 雖算小壯也會勾重大 那麼嚴格沒有啊因為 跟凱佑分享一下 我們的車只要有換板件 我們都會跟這個消費者講 而且我們也會注記在 定型化契約上面 可是因為定型化契約我坦白話講 定型化契約他是民國 民國100年我記得民國100年左右訂的 你知道現在二手車的 定型化契約是民國100年還101年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很 為什麼不更新呢 然後他裡面就是 他能勾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今天很簡單 你沒辦法勾說 比如說他今天對不對 門的表皮換了 你門的表皮換是重大事故嗎 我會賣 當然我覺得 一定不是重大事故我才會賣 可是問題是 他的表格上面 就有衝突 你不能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什麼這個小事故 輕微事故沒有 他一個就是無事故 一個就是重大事故 我勾無事故很奇怪 因為他有換一個門皮 所以我只能勾重大事故 因為他重大事故後面才有一個附註說 好那是怎麼樣的重大事故 我們就會寫換了一個比如說右前門的皮 或者是換了一個前面的引擎蓋 對不對 我只能這樣 那我去勾無事故 然後又寫換了什麼東西 就沒辦法寫 懂嗎 懂我意思嗎 反正就是一個過時的定型化契約 然後我們沒辦法 因為 不要說我在自圓其說 線上的500個觀眾朋友 你們也會知道 車撞到有分 嚴重跟不嚴重吧 一定有分的 不是每一個撞到就是重大事故 有沒有像韓韓問說鋁合金 車門折線上小酒窩現在技術能板平嗎 可以啊 好啊 門上小酒窩板平這個就重大事故嗎 對不對 所以 他就沒有更新 所以我們 要跟客人講 這個前面的葉子板有擦傷 然後把它更換過了 沒有其實我跟你講那就是有沒有在管而已 就是真的有沒有在管而已 我認真講就是有沒有在管而已 有沒有人在關心這個東西而已 他有沒有想要把這個東西 把它導到一個正確的一個 方向 我還是舉例美國Cafex就是 他跟你講一個 Damage 就是有曾經有受傷的這個履歷 他會寫出來嘛 幾月幾號 有什麼樣的Damage 後照鏡換了一個 花了 美金 比如說1000塊 或者是 這個 後面 撞到 修復花了比如說 10萬美金 不是10萬美金 10萬美金很貴 花了 1萬美金 你可以從 他後面被碰撞 然後花了多少錢去修 然後你進而得資 嚴不嚴重 你懂嗎 他寫一個Damage 你可以進去看嘛 然後 他跟你講我這一次的 是在這個左側 還是左前方 然後我花了比如說 台幣 8千塊 那你覺得修8千那一定是 沒那麼嚴重 對不對 然後 幾月幾號他有拿 後側 追撞 被追撞 花了新台幣 三十八萬修復 我想 我看 收你三八萬 竟然這幾十萬而已 你 你了解嗎 那至少 他有一個 程度之分嘛 那台灣的定型化契約沒有這種東西 台灣也沒有咖啡之類的東西 這第一點 第二個是 他的 100年 民國100年 101年的 定型化契約 用到現在還在用 然後裡面是一些 莫名其妙的 條文在裡面 一些莫名其妙 我們不行 我們要 要符合這個程序 我們就是簽定型化契約 我就是照著內政部 公佈的 定型化契約 一條一條去簽 他叫我們要怎麼寫 我們就跟著怎麼寫 真的啦 那個我們就只能這樣寫而已 要不然怎麼辦 至少我是覺得認為這樣子啦 至少說 我相信來跟我們買車的觀眾朋友都是 信任我們 我們給你的東西 不要回去 有太多的問題 或是你有問題我們不理你 我覺得這個 相對是比較重要的 會員直播跟禮拜三的直播差異性 會員直播 講得比較深入 比較沒有在講車子 很少講車子 那 FB的直播 每個禮拜三直播再怎麼樣 一定都 至少還是會要跟車子有關係比較多 但禮拜五的直播就 隨便聊 就隨便聊 會員直播比較私人 真的是比較私人 講澀澀的沒有啦 不一定什麼都講啊 對啊 就是真的是聊天 酒吧聊天 差不多 這個形容得不錯 就是酒吧聊天 超多秘辛 大家什麼秘辛 不要啦 媽的現在還沒有料杯子 我很怕有料杯子 會員直播我很鬆 眼鏡也沒戴 帽子也沒戴 頭髮也沒整理什麼 就直接就這樣直播 邊吃泡麵 邊吃零食 邊直播 媽的 一個月花75塊 一個禮拜四天 小師 一對一名師 親受真人直播在你面前 天南地北東聊西聊 我告訴你那些女會員加入比較多你知道嗎 因為她唯一有機會跟我在線上一對一聊天 會員直播都消夜場 會員直播一講都兩三個小時 好啦大家晚安 下頭見 大家晚安